这个是吉他各个调式常用的和弦执法图 但是你知道和弦为什么要这样去命名吗 以及和弦为什么要这样去按呢 这节课咱们就来讲一下 到底什么是和弦 和弦和弦从字面上 你可以给它理解为是多根琴弦 合在一起产生的叠加效果 只不过有的和弦听起来非常的好听 阳光坚定 有的和弦听起来忧伤忧郁 有的和弦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我们把和弦产生的不同效果叫做色彩 这个色彩不是视觉上的色彩 是听觉上的色彩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 平时长期谈的这些和弦 是如何叠加出来的 这里面又有什么叠加规律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 音名与唱名的对应关系 音名的书写方式 就是一串大写的英文字母 按照顺序CDEFGAB 唱名的书写方式就是阿拉伯数字1234567 我们把它们唱作 其中音名决定了和弦名 平时咱们长期弹奏的这些和弦叫做三和弦 它的意思就是由三个音叠加形成的和弦 那这三个音是怎么叠加的呢 它们的叠加原理非常的简单 三度叠加 咱们来说一下什么是三度 度是用来衡量两个音之间的距离的一种单位 你可以给它理解为我们生活当中 你家到他家的距离那个米或者是千米 我们把两个音之间的距离叫做音程 等同于我家到你家的路程 那什么又是三度呢 都到米就是一个三度 米到搜也是一个三度 搜到西又是一个三度 两个音之间的距离总共包含了几个音 就是几度音程 都到米 都瑞米包含了三个音 所以是一个三度音程 米到搜 米发搜包含了三个音 搜到西 搜拉西同样是包含了三个音 拉到都 拉西都 依然是三个音 咱们来看一下和弦的三度音程 如何去叠加 当以唱名都为根音的时候 从它往上叠加一个三度音程 在米的基础上 再往上叠加一个三度音程 米发搜 都米搜这三个音 就是非和弦的和弦构成音 平时咱们按的非和弦 是不是长成这个样子 非和弦里面还包括了两个空间音 这几个音分别是 都米搜 都米 刚好是我们非和弦的 都米搜 当以发为根音 往上叠加一个三度音程 法拉 拉再往上叠加一个三度音程 都 法拉都 这三个音就是F和弦的和弦构成音 以搜为根音 往上叠加一个三度音程 西 西再往上叠加一个三度音程 Re So C Re就是G和弦的和弦构成音 这三个点位就是G和弦的按法 这个指形里面还包括了三个空间音 所以 所有的音分别是 So C Re So C So 总结来说就是 So C Re 你会问了为什么这三个和弦的和弦名跟音名是一样的 到这就变成了音名后面加了一个小M了呢 这个就要说到色彩了啊 加了小M的和弦 它的色彩听起来呢是忧伤忧郁的 不加小M的和弦听起来的色彩呢是阳光坚定的 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两类和弦产生了不一样的色彩呢 我们呢还得从音程这儿去找原因啊 在自然音节里面是存在全音与半音的关系的啊 一个八度里面 斗转弥发 苏拉西 都 其中呢 弥和发之间是半音 西和都之间是半音 剩下的任意相邻的两个音之间都是全音的关系 此时我们再来分析一下C和弦啊 都到弥 都到弥 是包含了两个全音 咪到搜 咪到搜 是包含了一个全音和一个半音 同样是三度音程 我们给它分为两类啊 包含两个全音的三度音程叫做大三度 比如都到咪 或者是发到拉 搜到西 都是包含了两个全音 包含了一拳一半的叫做小三度 比如咪到搜 就是包含了一拳一半 拉到都也是包含了一拳一半 我们把大三度加小三度形成的和弦 叫做大三和弦啊 就是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把小三度加大三度啊 形成的和弦叫做小三和弦 它就是在大写的英文字母后面加上的一个小m 再来分析一下F和弦啊 发到拉发到拉是包含了两个全音 拉到都是包含了一拳一半啊 大三度加小三度形成的和弦 就是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所以呢 以咪为根音 叠加三度形成的和弦 也是小三和弦啊 因为咪到搜啊 咪发搜是一个全音 加上一个半音 它是小三度啊 搜到西 手拉西是大三度 同理以拉为根音 形成的和弦 拉 都 咪 这个也是一个小三和弦 关于和弦的命名原理 以及和弦的构成原理 你听懂了吗 我认为此刻应有掌声啊 老铁们帮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我是玩的吉他 专注于吉他自学经验的分享啊 关注我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下节课为你们分享 如何利用和弦的构成音 去为歌曲快速编配和弦 咪发达音乐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